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心灵可以荣受生命途中一切顺利严良 成天地之正与六气之变 可以关爱拥抱整个宇宙 孰小孰大是先秦哲人关切的命题 有用无用孰亲孰众 世世代代的庶民百姓心头 每天也这么蹭着 估量着 揣舵着 能拥有更大的头衔 更大的金额 更大的权势 众人趋之若无 直到拥有大财货 大头衔 大权势者遗害众生的那天 众人才有千夫同指 一口同声的斥责 黑心啊 眉心啊 丧尽天良啊 一夕之间从来不被重视 所以不被讨养 甚至可说未经规训的心灵 突然无比重要了起来 直到群众的怒意暂时平息 心灵的重要性 又被踩在散场的人群脚下 弃至路边 庄子把他拾起来 庄子的心灵讨仰 不只是扩充侧隐 修物 慈让 是非等内涵的人心而已 在庄子身心修炼的技术中 心灵经锤炼与否 将与其人的精气盛衰 浮旷粗糙润泽 体态臃肿清零 甚至与衰病生死 修起相关 致力于心神之静定 不仅可以成欲顺利 不为外面世界的人事物所伤 同时可以冰雪肌肤 窈窕体态 更且可以掌养真阳之气 到磅礴万物 冲涩天地的理想境界 惠子认定没用的大葫芦 木将不会多看一眼的大树 拿大葫芦与大树 影射庄子大而无用的言论 惠子皆此预告 庄子之学 是将法人问津的下场 惠子之言 与匠人之耻 亦如云云众生的短浅目光 惠子预告是将法人问津 众所同趣的庄子学 终究成为世代修炼者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灌顶过陶渊明 李太白 白居易 苏东坡 在历史的长河中 脉动光影至今 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 校尔游的第三大段了 我们在世界上从小被教育 我要成一个有用的人 有家长从小说孩子 努力一点 变成一个没用的人吧 你爸妈妈妈这么跟你说的举手 没有 你爸妈都是正常的 可是什么是有用 我觉得最后一段 让我们重新思考这问题 我的母亲 她生长在一个台湾 一个非常典型的 最能代表台湾世俗价值的家庭 我的舅舅们 大部分都是医生 只有我大舅 因为小儿麻痹 就选择科系的治疗 后来变成东京物理学博士 在台大物理学教书 女生呢 叫做嫁给医生 孩子呢 都学钢琴 这就是台湾社会 世俗的主流价值 不是吗 可是我就发现 我母亲跟我父亲就 在教育我们的时候 就让我感觉到一点不同 我在看课外书的时候 我妈就说 你课本念完了吗 研考书念完了吗 我就知道哪些书是有用的书 哪些书是没用的书 我父亲不一样 我在写字 我父亲永远看看 写毛笔套 我开心就过来看 你看说怎么乱写 然后就走了 我看得出来 他非常喜欢我去做一些 我妈妈觉得可能没有用的事 那到底什么是有用 我们不知道 我们过去在台湾 不断被教育 考试考试考试 念书念书念书 念收入最高最稳定的科系 后来我们接触了个民族 叫日本人 怎么一个折纸师傅 一个面包师傅也能发呀 这几年台湾不景气 人人喜欢说台湾之光 不是有个叫吴宝春的人吗 我们开始不再有万般皆下品 只有读书高的概念 那到底什么是有用 我们今天来讨论 惠子跟庄子说 惠王 这个爷您看后面解释就赠送了 送给我一个大户之中 什么叫户呢 葫芦科葫芦鼠 大家都看到葫芦 我就不多说 当然品种不一样 它的曲线就不一样 惠子说啊 惠王送过一种大葫芦的种子 我把它种下了 直到开花结果 我们都知道葫芦 要等它完全收干了 它才能变成容器嘛 所以收成以后的葫芦 他说它的葫芦有多大呢 十五蛋 各位同学 一蛋得赢多少 天下之财 一蛋 草子建独得八斗 所以一蛋有十斗嘛 那一斗有多少升 一斗十升嘛 一升有多少 几碗水 十碗水嘛 哇 能装五百碗水 那真的是个大葫芦 可是呢 用它来装水 好重啊 重到你举不起来 你说换个人体 有力气很大的人 那更危险 因为葫芦的指导很脆 它容易破 所以举起来 也不一定能保住葫芦 你们看 大概是正模样吧 所以 会自说 葫芦以为瓢 不能当水壶是吧 但当个瓢总可以 就把它破成一半 可是却发现 没有任何的锅碗瓢盆 瓮钢 能融得像这个葫芦 葫芦无所融 大 大有什么好 非不萧然大也 这个萧然 回头看出是大的样子 不是它不大 但是呢 大归大 我实在 无为其无用而果知 我实在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这个剖 当你念三生剖的时候 就是击碎的意思 我就把它打碎了 这是慧子 慧子的智慧如此 那庄子怎么说呢 庄子说呀 夫子顾卓用大眼 他说慧子你呀 对于大东西的使用 真是笨拙啊 他们就开始说故事了 说故事就不像吵架 他说 孙国人有很会做那一种 这个乌龟的规念 菌 跟这个菌字是一样的意思 就皮肤菌裂 孙国有非常擅长制作 防止双手菌裂的药人家 这个药呢 使他们家世世代代 都能以调洗棉絮为式 那为什么 这三个字叫平辟矿 平跟辟的意思 你们看后面的注解 其实三点水的平跟三点水的辟 它的含义更好等于 手提旁的辟跟手提旁的辟 这什么意思啊 就打击的意思 那矿是什么 蜜字旁的矿是棉絮的意思 各位同学 棉絮是被什么打击啊 水嘛 所以平辟矿 就是飘洗 用水飘洗棉絮的意思 他们家世世代代能做这个 就一个地方而言 客当然指的是外地人 这外地人听了 觉得这东西真好 就出价了 百金 就让我用百金买下这个秘方 哎呀 有人这么出价 所以这个家族的人 就聚集全族的族人 来商讨这件事 他们商讨什么呢 我们家族啊 世世代代 都做着飘洗 年续的活 不过输金 不过就赚那么少少的几个钱 现在今天此刻 只要把这个制药技术 卖给那个傻外地人 轻轻松松 立刻就能拥有百金 太划算了 卖给他们吧 他们就这样决定了 于是呢 这个外地人 就得到这个方子 他就拿去游说吴王 希望能为吴王所用 吴王呢 就把他纳入门下 好像石刻一般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越有难 这个有字 同学翻一下后面的注解 是唯的意思 越国制造了一场灾难 表示越国出兵来犯的意思 吴王使之将 这个字念将 是动词率领 吴王就派遣 这个客 这个外地人买了这个 不军守之要 外地人当这个军队的将领 东宇越人水战 大败越人 就在冬天 天寒地冻的冬天 在水战里面 很轻松打赢了 同学你狩猎过了举手 那你绝对知道 为什么赢对不对 那个狩猎的滋味挺吓人 最严重可以流血 我们称为富贵手嘛 对不对 就不能做家事啦 所以你想 有一方的军队 全部手都裂了 根本就很容易被打败嘛 你就拿最好的武器 都拿不稳了 所以这个客所带领的军队 就大获全上 武王非常开心 裂地而风之 割一块地给他 也就是封赏了一块地给他 就有这么美好的结果 那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 你想想 能够制造这个不军守之药 制造这个让手不要军裂的药方 两个人的技术 拥有完全一样的技术 或以封 但是有人因此得到封赏 或不免于贫辟框 有的还是世世代代 很早起床 在那里飘洗年续 那为什么有的人这么享福 有的人这么辛苦 有的人赚那么多钱 有人赚那么少 所用之余 因为使用方法不一样 有的人就懂得 让一个东西发挥非常作用 各位同学到此为止的讨论 其实庄子在谈什么 在谈那个大葫芦 你们还记得吗 他说呀 金子有五蛋之户 今天你有装得下五百碗水 五十斗的大葫芦 何不律以为大尊 而符乎江湖 同学律 看一下后面的注解 是坠结 就是绑 用绳子绑在腰边 律以为大尊 这个大尊呢 就是腰周 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靠什么学游泳的人 你们小时候学游泳 靠什么在游泳肢力浮起来呢 浮板 再小一点 我们的年代 游泳圈 古人 那就腰周了了吧 所以你为什么 把它绑在腰上 有了腰周 你就可以呢 悠游于江湖之上 你居然去担心 你没有那么大的容器 可以收容它 哎呀 这时候庄子就批判会子了 则夫子有 有鹏之心也 福鹏这个字 中文系的人常跟他见面 雌根散作九秋鹏 共看明月应垂泪 一夜相心五处同 鹏草是什么 多年生草本 它的经分支非常的多 秋天就会干掉 秋枯根拔 风卷而飞的鹏草 他说你的心啊 就是被大堆棚草塞住了 一样不同的 各位同学 我就说嘛 我总读庄子 就会想起孟子 孟子说什么 茅色子之心 孟子说 你的心被茅草给塞住了 庄子说被棚草 这就是草的品种不一样吗 对不对 可是这个背后 透露了一个讯息 在儒道两家的心目中 一个最理想的心灵 是虚空的 所以有人说 到了这个后代 如是到三教会通 其实能够会通 因为他本来有一些 相同的体质 我们这姑且 随便带他一笔 慧子岂是那么容易 树白旗认输的人 马上又讲了一段话 慧子为庄子曰 吾有大树 人为之输 我种了一种树 叫输 什么叫输呢 后面的注释会告诉你 是大春树 各位同学 什么是大春树 当我知道 学日文 春不就 Svaki吗 Svaki 那么就山茶花吗 山茶花在台湾 通常你在花市 看到最多就这样吧 可在日本不一样 在日本的山茶花 非常巨大的 他们喜欢做 山茶花的盆栽 所以它有可能 是非常大的树 但是庄子书 里面的角树都会提 这树臭臭的 所以说臭春树 这树除了臭 还有什么缺点 其一大本 庸肿而不肿 神末 什么叫庸 就是肿瘤 肿瘤是身上多余的东西 所以用来形容树或人的肥胖 所以说这个词汇 比较常用 太恶狠了 我们说这个树干 因为树瘤盘结 所以呢 完全没有办法用神末来标记直线 各位同学 你们看过木材行 古早木材行 他们在木材上画一条直线 他们是用墨线去弹的 把线粘墨 你弹就这样直 可是他说 这树干那么扭曲 就要怎么弹 那小枝呢 小枝有希望吗 也没忘 小枝弯弯曲曲的 没办法用圆规画圆 就没办法用方尺画方 废物 没办法做任何家具 他说这样的树啊 就算生长在路边 各位同学 路边应该是 有果树最容易被偷摘 很漂亮 最容易趁你摸黑 去砍一个 去研回去擦枝 是最容易的 可是即便你生长在 最容易被偷采的地方 即便经过的是 最喜欢砍木材的降者 降人 他看也不看人 就知道是个多劣直的树 然后惠子就笑庄子 他说啊 今天你的理论 大而无用 很大就像这棵大树 但完全没用 你的下场呢 就是大家一看 这木头千万不要买 烂木头 马上掉头就走 你们不觉得 他们两个讲话 都还蛮典雅 也还蛮犀利的 好非常有意思的论战 那庄子听了以后 还要怎么回答 庄子曰 同学念一下这段好吗 子都不见离生姑 子都不见离生姑 这一生而福 以后保护 东西照亮 不必高下 终于基礼 此于保护 幸福于保护 其他落水天之旅 此能为害 今次有大树 善起无用 而不朽之旅 无恶之旅 黄乎之夜 黄乎无恶之旅 逍遥如其末其身 无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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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庄子 就在惠子前 大树没用 大葫芦没用之后 他举了一个 看似很有用的例子 那就是 黄鼠狼 各位同学 黄鼠狼挺机灵的 他居然描述了 黄鼠狼 捉猎物的样子 他说呀 飞身而服 他们压低身子 趴在地上 等待着猎鼓 飞翔而落的情妙 而在这当中呢 东西跳梁 鼓鼻高下 只顾着追捕猎物 动跑西跳 不管高低 也没有留心 什么陷阱 结果就这样 踏中了猎人所射的机关 死在捕兽的罗网当中 各位同学 当我们非常专注 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是乱乱 你有一些状况正在流失 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庄子就透过 黎鼠狼的这个故事 来提醒我们这一点 然后接着呢 在黄鼠狼之后 庄子觉着另一个动物 那是在中国西南方 有一种叫做 鼻牛的长毛牛 我们先看这张图片 你可以看它 巨大的身影 其大若垂天之云 它是巨大的 像从天边垂挂而下的云木 这真的很大了吧 那你看到这么大的长毛牛 你会具有压力的发现一件事 此能为大也而不能直属 长毛牛这么的大 可是连叫它抓是老鼠 它都不会哦 所以这说明了什么呢 你一方面可以觉得它很无能 一方面你又觉得 说老鼠这种小 是用得到长毛牛吗 其实这个段落 不断让我们在思考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大 什么用才是大用哦 最后一个又一个的屁育 回到大树了 庄子最后说啊 如今惠子啊 你有这么大的一棵树 与其你是烦恼 它没用 为什么你不把它种在空无一物的本乡 辽阔无边的荒野呢 各位同学 其实这个无和有之乡 过去在阅读 装死的时候 我并没有太注目它 可是后来啊 在读医书的过程 我非常讶异的是 另一代的医家 通常他会说 哪一个方子 或者毒僧汤 就人僧这一味药 他说让病人吃下去啊 可以起塌于无和有之乡 他本来已经到了无和有之乡 可以让他再回来 嘿 你我以前发现了一件事 所有的一家是把 我会有之乡 当成人死后魂魄归往的地方 但这泄落有什么讯息 泄落的庄子的追求 不是在这个经验世界里的 可是他也不是建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而是他觉得 我们在此事的功夫 此事的追求 有一种东西 当你的行驱败坏 当你离开这个世界 他可能还是存在的 就做了这样一个暗示 或者后代文人对他的理解 我们今天会带大家看一些作品 所以说 为什么不把它种在 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呢 然后呢 彷徨不无为其色 这个彷徨同学 可以看王淑敏先生的著 他绝对不是 彷徨不定 犹豫不决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 可以很自在地 长阳在这棵树的旁边 也许是稀稀玩爽 下一句话 更值得推敲了 这也是我早年读 庄子没有留意到的地方 逍遥呼 请握膝下 他说啊 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就在树下睡觉吧 各位同学 庄子这一篇叫做什么 逍遥游 可是庄子用逍遥两个字 来全说的第一个地方 居然是在睡觉 您对于这点 不会觉得非常奇怪吗 可是如果你真的深刻的了解了 庄子的身心技能 我自己柔和了印度瑜伽 还有中医的穴道疗法 还有太极设计的一套穴道导印 其实我故意把最多的套路跟动作 安排在早晨起床 躺在床上的时候 还有睡觉以前 我们称他为赖床操跟好睡操 可是我学生不懂为什么 我来说老师我知道了 为什么这两套功夫要最长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做功课跟战功夫 我们常常都懒得念和忘记 可是连起床 因为不想起来 要给自己一个不起来的理由 我在做穴道导印的赖床操 所以他们说每天赖床跟好睡操都会记得 我说也是也不是 因为当你刚起床 你整个人是最放松的时候 在座有80个同学 我们来问一下 你有这样的经验 因为这经验很稀有 可能需要80个人这么大的量 才可能遇到一个 你有这样的美好经验 就是你睡觉收在床上 睡醒在床下 有这样美好经验的举手 有 你知道这经验为什么美好吗 因为你睡觉的时候非常放松 所以你滚下去可能不会受伤 可是一旦你是清醒的时候掉下去 这要放松就很难了 懂得一差别吗 或者你学游泳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学游泳 要学飘嘛 怎么样飘不起来 后来教我游泳的人就 在游泳池捧腹大笑 你怎么那么蠢笨呢 我那一刹那就被击了 我就说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人虽然不会飘浮 可是我从小超会憋气了 不然我们来比赛憋气好了 我就给妈妈打败你 她说好 就当我专心憋气的时候 我忘记我要飘 我整个人就飘起来了 哥同学你知道什么叫放松吧 其实放松是你的全身最清理的时候 所以这边讲 逍遥呼轻落其下 也许我们整天非常紧张的心声 其实我在睡眠的时候最容易逍遥 我觉得我认为庄子是这样安排的 逍遥呼轻落其下 尤其在庄子难道在千百年前就预知了 最后的人连睡都无法安稳吗 还是先行时代 战国时代已经有人失眠 这我还没有看过文献 不咬金斧 这时候你活在天地之间 你不会被半路掉下来的斧头给扎伤 这样一种感受 如果你知道有所谓的高雄气暴 有没有 或者台风天忽然的招牌扎下来 就打到你 我们家附近的小耳朵扎下来 就砍断了我们院子的磕盆栽 你就可以不受这样的重伤 你一旦学会庄子这套射精技术之后 勿无害者 你觉得别人伤害不了你 你会真的吗 那手被砍了 那只是手 手就是最后你终究要跟他告别的东西 我们在庄子后面的篇章会说 世丧其足犹疑独眼 我永远记得跟我一样非常喜欢庄子的我的恩师 我的读文指导教授林立正老师 在他住院的岁月 有一次他做一个大手术 那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骨头 接到另一个地方的骨头的手术 我到一边看他 他笑得好自在 我说老师痛吗 很痛 老师到底有多痛呢 他说一个晚上 能够连续睡眠最长的时间大概一分钟 我听到这样的内容 我觉得还能笑笑地对我说话 我真的崇拜极了 我说老师你怎么能办到啊 他说毕宁 不是世丧其足犹疑独眼吗 丢了一条腿都只不过 不过像在搬花盆的时候掉了一堆土 何况我又不是断然掉了腿 只是把A的骨头接到B 我都觉得还真生就读桩子 真的不一样 我希望我到这个年龄一点的这样哦 无所可用 如果有一个人 你每天都注意你身心的状况 你觉得你很健康 你很开心 那就算别人觉得你没什么用处 也不合适去康师傅上班 也不适合进台积电 也不适合进富士康 那又怎样呢 无所可用 安所困苦灾 如果说我们这一辈子追求 所有外在的财货 名誉 薪资 都是为了买到幸福的话 那你还没有追求就已经永远了 那你还怕你的人生遇到什么困苦吗 庄子就结束在这个地方 逍遥游哦 那这是我们最后对整个逍遥游的一个ending 怕前几个礼拜讲的太啰嗦 你们给忘了 我们现在收一个尾 白剧的诗 读庄子 去国辞家折一方 各位同学 被贬折不会好受 读过语言九书的同学都知道 白剧被贬得有多惨 为什么被贬折心情还这么好 有病吗 忠心自怪少忧伤 我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啊 他说 未寻庄子之归处 原来我读庄子 读到我知道最后生命的归所 那棵大树要种在哪了 哪呢 认得无核是本乡 原来无核有之乡 那个空无所有的地方 才是生命最值得投注的地方 那这句话很难理解 我们将来会用更多堂课 来告诉大家 比起白剧夜 我想更多人着迷于苏东坡 东坡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挖酒问今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各位同学 坦白点吧 我们会抬头看月亮 通常是什么时候 应该不是在你迎新宿营的时候 那时候你只是放着音乐 跟大家聊天 然后生个火 对不对 通常是在寂寞的时候 或者落寞的时候 或者想念一个人 就是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 我欲乘风归去 好想离开这个世界啊 你在什么情况下 觉得外星人来承载你 你会跟着上车 一定是你心情不好 想离家出走那天 对不对 等到你跟家人和解 对不起 完全不想到外太空去 东坡那天说 我欲乘风归去啊 这个乘哪里来 大家读了 逍遥游都知道啊 成天地之正 又恐穷谋欲语 高处不生寒啊 各位同学 高处不生寒 你当初读到 高处不生寒的时候 你马上想起 逍遥游的 知人也雾默之商 大惊气天而不腻 大汗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热 你未来会读到的 和汉酷而不能寒 再冷了天也动不着它 东坡怕生天以后 天上会不会有更难熬的 所以算了 起舞弄轻影 你能够在人间起舞了 好像能成欲咯 和似在人间 你忽然觉得 人间的忧愁没了 当然没了 有时候只是一时 想不开的时候 你又失掉 可以成欲的翅膀 转珠格低起雾照无眠 月光就这么贴心的 刚好照到你 失眠了 但是因为庄子 让东坡能够领悟 不应有恨 人生不要憨恨 何事长相别时缘 月亮也不可能 出一到十五都是缘 那人当然也该有悲欢离合咯 你遇到坏人 也会掺杂几个好人 遇到太多好人 也要搭配几个坏人 这世界这人生才正常嘛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传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在这样一种 安之若命的氛围之下 你的生命容易觉得美好 你只要想到 你所思念所爱的人 还有那么一两个 甚至于更多 还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跟你一起赏月 你会觉得人生幸福极了 你说老师 你可以这样解东坡吗 东坡真的读过庄子吗 我们再往下看 定峰坡 各位同学 定峰坡 莫听 无听之鱼耳 莫听 穿铃打夜声 何妨迎笑 且徐行 各位同学 你读我徐行 没有特别的感觉吗 还是我真的 附会得太严重了 我上礼拜不是教你们 走恶时候不要太快 慢慢地走 注意永远在 两三步远的地方 那不就是徐行吗 你说老师 你太过分了吧 东坡练功 东坡当然练功 不是告诉你 他跟他最心爱的朝云 为什么最心爱 志同道合吗 你就好像我昨天晚上 要离开最悦湖的时候 发现我的一对学生 一男一女 还继续留在湖边打拳 那真是一幅美景啊 两个人虽然没有十指紧扣 但觉得两个灵魂是香气的哦 逐杖盲邪 清盛嘛 各位同学 这个时代我们总觉得 有钱的就是胜没钱的 住高楼的就是胜过租房子的 可是庄子却领略了 撑着竹杖穿着盲鞋 他的心声可以远胜 那个骑马 穿金带银的人 谁怕 怕什么 我们生命中本来怕的 他都可以不怕了 因为都变成 重训的杠片了嘛 对不对 一缩烟雨 任平生 不管我平生有多少烟雨 我都能接受 因为我就是冲浪来的哦 这时候有时候有一天 尤其你去旅行的时候 你发现天凉了 料叫春风吹酒醒 那感觉不太好 我很少喝酒 去德国喝啤酒的时候 喝得很畅快 没想到日温差很大 黄昏忽然变得好冷好难过 可是东坡告诉我们 庄子也告诉我们 在你生命中最困顿的时候 只要你跑到轮子的中央 只要你跑到日月的高度 你就可以看到 你自己比别人幸福的地方 比方说 山头斜绕 却相迎 大自然没有亏待你 回首向来 萧瑟处 这时候回头 东坡看他这样的一生 那么聪明的人 他的一生不断在仕途上 扁来扁去 美化一个皇帝跟东坡说 回来吧 还没有到京城 刚好到了京城又连个贬折的令牌 就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大家都知道 他到去海南岛之前 写下了篇文 子孙痛哭于江边 以为死别 痴妹逢迎于海上 宁许生还 这是东坡的一生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悟一生的一生 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回首向来 萧瑟处 归去 他人生走到后半段的时候 他的生命境界已经到达了这样 也无风雨也无情 因为他知道风雨淬炼他 陶冶他 使他变得更坚强 所以当你读过庄子 你在足东坡 有一种淡目欲知的相习之感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奇物论 进入奇物论之前 我们就再讲个蝎子吧 让我们来强烈的感受庄子的影响力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蝎子是白志玉的一首诗 身是望四肢 白志玉说 你身体最舒服的时候 你能就忘掉你四肢的存在 心是望是非 你心情最好的时候 就不觉得天下有绝对对的人 跟绝对错的人 你昨天讨厌的人 坚决他值得同情了 因为如果一个人活到后来 他对生命的认识就只有钱 为了钱 他什么都不要 而犯下多了罪孽 这不可怜 那什么可怜呢 所以任何的 你可以复制一路的事 都会变得有点怜悯 或者复制一笑 白志玉说 既是有望是 正觉得身心很快意 很舒适 接着居然连很舒适 这事也忘了 不知无是谁 所以不知道自己是谁 大概在开始接触庄子的那年吧 那我十九岁的时候吧 那时候照镜子 照照就会 看着镜子里面问他说 蔡玉明 这是你今生的名字 这是你这辈子的样子 那那个行还死后的 你是什么样呢 不知无是谁 只有在你白体如稿木 像干掉了木头 非常清零的时候 勿然无所知 好像不觉得有手了 方寸如死灰 你这个情绪不会再起伏了 既然无所思 慢慢能做到没有念头了 今日复明日 一天又一天的努力 最后达到身心忽两意的境界 即行年三十九 岁目日邪时 快要人到中年了 四十心不动 四十心不动 是儒家的语言 其实跟庄子也是要不动性的 哀乐不住于羞辞 当然是不动性嘛 无尽其数机 今天的我做到了吗 我觉得身为一个 在台大中文系工作的人 读到这样的句子 这么有生感 实际上有感觉 我觉得如果古典对我们来讲 只是一本枕编书 只是一本读物 而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生命 跟我们的生命交融对话 其实非常可惜 你看到古人 他们跟古书之间那种 真的是超级好朋友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讲奇物论 奇物论会开始讲 怎么样让身体放松 怎么样让心灵更不动 我们已经一起读完 逍遥游的第三个单元 大虎之种 以下我们一起来进行 两个问题与思考 问题一 冷天 女孩缩着井 打哆嗦说 真不该在秋天 跟他提分手的 不然这么冷的天 好歹还有个男朋友 给我送碗热汤 她是热汤 是司机 还是 你是否也在有意无意间 把亲人 朋友 情人 摆在心里的工具里 一地而处 你是否喜欢 亲友 情人 把你当成 一件器物 一个工具 或 只是个东西 第二个问题 承上题 当你在做生涯规划的时候 是否只想到 把自己逃塑成 一件有用的东西 而无关乎 人格逃养 无敢于 心深生静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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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